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有的皮肤CDK市场价要数千元人民币 官方给出的解释是 他们一直以来不支持倒卖稀有皮肤CDK的行为 并且由于CDK只能在Steam上激活 主机玩家无法得到这些皮肤 所以官方近几年已经不再制作类似的皮肤 此外还有人通过编造假激活码方式谋取利益 所以他们希望通过这个方式 能够终结倒卖和欺诈行为 同时也打破各平台之间的限制 AA的第三人称 动作冒险游戏星球大战 绝地 陨落的武士团 今天正式在Steam商店解锁 售价308元 额外包含两个外观皮肤的豪华版 售价368元 在本作的单人剧情中 玩家要扮演的一名绝地学徒 九死一生逃过了西斯的复仇中 66号令的大清洗 为了重建绝地武士团 你必须习得强大的原力新技能 劈砍凸刺 腾挪闪躲 纯属掌握光剑的使用 同时还要抢在帝国和致命的帝国判官前面 探索一个早已灭绝的文明所留下的谜团 新家民们千万不要错过 在此前引起轩然大波的漫改游戏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在国区的价格涌降 标准版从199元降为96元 豪华版由349元降为149元 机票从179元降为75元 或者当初定价便宜点 本作也不会被骂得那么惨 当然这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 现在这款游戏 就算是涌降加骨折 也不可能真香了 目前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 Steam商店页面好评率 仅为26% 国产的解谜游戏 南瓜仙舍2 九龙城寨 近期上架商店售价38元 游戏采用了手绘风格的画风 将玩家带回曾经香港殖民时代的 一座围城 九龙城寨 这里有蜘蛛网般的道路 破败密集的高耸楼鱼 压迫感的霓虹招牌 不见天日的狭窄暗像 而现实中的九龙城寨 早在1993年就被拆除 游戏的玩法还是传统点击式解密 你可以通过道具与九龙城寨的 NPC和设施进行互动 最终帮助南瓜先生过解天龙镇 走出这座杂乱无章的九龙城寨 动作冒险游戏硕实物语 今天正式解锁 发售售价66元 有官方的简体中文和免费试玩版 游戏一共有5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是由程序随机生成的 玩家要使用各种类型的工具 枪和装备 探索区域与敌人展开争斗 游戏的战斗和轻度解谜 都有点致敬传统塞尔达系列游戏的感觉 游戏的美术风格还可以 就是可玩性相对差了点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ECG 售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明天